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今天跟各位好问是,言语姐,小姐 她是这个中政大学高龄跨域中心的研究员 很年轻,但是呢 她有一个研究的计划,有着绿照顾 怎样照顾世大人呢 是一直跟她想,问她说你吃饭 你有带着疼,还是有一方面是带她回去 她熟悉的环境,和着怀旧治疗 来,阿姐你好 你好,大家好 阿姐,你今年几岁? 今年二十六 二十六岁 对,二十六岁 那个二十六岁 不过以前是专业的,以前是研究所比较吧 然后你的这个探索都是跟老人家相关的吗 对,跟高龄相关领域比较多 然后我自己是社会福利学系跟社福署 然后也做蛮多跟高龄相关的政策上的研究 所以你现在是老人家义做工会 对,现在待在家义 不过我刚才有问说,阿姐你是岁月的人 说台北人,台北小孩 四岭北头 那是一个台北的小孩走去教育 而且是跟这个是大人老人家做首领这方面的设计 说要怎么让他们陪伴他们 你先跟他们说 因为陪伴老人家 像说有什么社区据点 像长青大学去上课 这个我们比较知道 那你讲这个绿照顾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终止就是透过怀旧生命教育去翻转社福 那让这些高龄的课程变得更好玩 更不一样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样可能会到社区的大学 我们一样可能会到据点 或者是私自据点去服务 那目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套装课程 研发课程导入到这些社区跟社群里面 试着去翻转跟再发挥一些影响力这样子 其实像这个怀旧治疗 我们就想过说 比较多会一些 我对过去熟悉的东西 他真的会欢喜欢喜 因为习惯嘛 可是因为这般社会进步很快 大家都说老人家要学习 你停下来你就会变笨 我都这种迷惑 这个老人家到底是应该一直向前走 还是像说我也接触一些我以前习惯的 对我比较好 所以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去抓这个方向 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 这样子的概念抓进来 尤其是我们在很乡村的地方 所以如何再结合乡村在地的特色跟元素 就变成我们很想要去做的一种方式 这样 那我们其实称这个叫做社会处方签 就有点像是医生在开一个药签给你 只是这种药签就不一定是要吃药 而是我们说这是非典型的艺术行动这样子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新港鼎菜云有一个环境 它都打造成一个实境的 就是三四十年前的高龄怀旧的场域 我们就在里面设计课程 然后甚至像办闯关大地游戏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很多的新的概念 把一些科技的东西AR VR东西在里面 但是我们结合的元素是很怀旧的 那其实也都可以让这些长辈有一些新的感受 这个阿杰因为你才二十几岁嘛 你心目中的怀旧啊 跟说阿公阿嬷的怀旧啊 你怎么去聚焦 说他是大概在几零年代 还有什么样的东西 让他看得到说 这就是太东西了 这个是怎么去产生这样的元素 这其实我们也在学习 因为他们的怀旧都不是 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所以其实我们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 如何跟长辈学习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课程前 其实都会去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 大概是怎么样子 例如说在农村长辈 他可能中期一生都务农 嗯 然后可能中间有到一些工厂啊 或者是呃 成衣工厂打过工啊 嗯 做过体骗啊等等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抓出一些重要的东西 那透过这个开启这个对话的一个话 嗯哼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设计很多叫怀旧子事物 就是嗯 不管他是桌游 嗯 还是像在新港鼎菜园他们是一个实境的实体的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讲说 嗯 一个用稻草打神结的那个机器 哦 用把它放在那边然后带着长辈来说 诶那你可不可以操作给我们看 嗯 那其实 哦 当他可以使用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给我们很多新的改变 我们也像他学习啊 嗯 因为这就是对我们不曾有过的生命经验 嗯 因为我看你们也没有当这个 六甲乡 那个甩乳 社区嘛 你们又娶鸡啊 啊 搭那个鸡了 然后让长辈去 去娶鸡啊这样 就是 回到他 他以前少年做的事情啊 然后要去 去 我们讲说 重回现场 当然是记忆的现场啊 诶 像这样子 例如说包括我看你 有去找到那个 鸡啊 鸡水的鸡啊 就是尽量希望回到 长辈以前的生活 像对 年轻像你们来讲 你真的有 你的经验哪里有看到鸡吗 还是说 尽量怎么去 磨合这款生活经验 好 我们开始养 在六甲乡养鸡 它其实是 呃我们参照 英国平等基辛会 一个叫母鸡力量的概念的计划 嗯 它其实一开始是在养护之家养鸡 嗯 而且是养疗育鸡 也就是它除了生担 它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陪伴长辈 嗯嗯 那我们觉得 鸡其实是蛮符合 台湾的乡村长辈的生命经验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就在 拉喀这个搜索侠窟 试试看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 呃 但是养鸡其实会遇到很多问题啊 例如说哦 被野狗咬掉怎么办啊 或者是我们有办 我们就是有 有一起协力去盖那个 我们说五星级的鸡舍 嗯 然后木头搭建很漂亮 啊结果鸡不住那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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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鸡都是去参观而已啦 但是我们 养鸡也蛮有趣 我们是 放养的 有点半放养的 嗯 是没有关聋的 呵呵 对 就是让它在菜园呢 自由的跑 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哦 所以哦 是大人 哦 跟这个鸡仔作会啦 哦 那还是说 说 我们有回到 以前可以种做 哦 那种农村的特色 有这 然后 要怎么打草绳啊 哦 请他 告诉大家怎么做 他们还是说有公廟啦 哎呦 没有精彩啊 有啊 有 哦 这精彩吗 哦 就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啊 就是我们会办一些有趣的活动 那最重要还是我们怎么把 嗯 一套系列完整的课程模组 导入到这些长辈的生命经验里面 嗯嗯嗯嗯 那例如说我们有一堂课就是 琅 temporary 导心课 嗯 或是叫做生命故事记事的课程 那我们就会去问说 哎这些长辈 他在 他是怎麼來到輸出的 例如說很多參加祭典的長輩 其實都是阿嬤 那他都是嫁過來的 所以他就說 其實我就會請他跟我們分享說 那他嫁過來第一個好朋友是誰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帶著我們去 一起去拜訪他的好朋友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個實境走路的活動 所以我們到了這個阿嬤在這個村落裡面 第一個朋友家參觀 我們也去這個農社這個阿公在泡茶聊天的地方 他很多朋友泡茶聊天聊八卦的地方參觀 然後我們也到這個宮廟前面 大家對在地文化都對宮廟很有信仰很遵從這樣子 我們也到宮廟前面參觀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實境走路 甚至是我們講說這是真人圖書館的一個活動 讓這些長輩到這些場域以後他就變老師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他在這裡是怎麼生活的 他在這邊經歷了什麼 那其實我們就會把他的很多生命的故事記錄下來 那他就會是一個完整的一個白舊的療癒課程 好我現在訪問他在中間台上 他念的是跟首領專攻的社公司 阿姐那我就說為什麼是嘉義 因為嘉義也是全台灣最老的關係 嘉義鄉 阿姐你去嘉義大學的時候 那你這樣子留到研究所畢業 現在又在這裡上班 一個台北的小孩來到這裡 我剛才問說阿姐你會說我台語 你會說很不好意思 沒練到這樣 所以說是你在教士大 說國語 可見長輩看到你 他的態度是怎樣 對於很多長輩來說 尤其是在這麼鄉下的地方來說 其實有年輕人來到社區裡面 甚至是願意跟他們聊天 聽他們講很多事情 他們都是非常開心吧 甚至很興奮 這樣 聽長輩說話他們就很開心 對 但其實真的在社區裡面 要有這樣子的環境跟課程 其實也是不容易的 因為假如說我們在祝典裡面 我們不是 就是我們看起來好像在聊天 但不是只是聊天而已 我們是在聊天裡面 例如說增強他一些什麼 然後 探問一些重要的訊息 然後也給予他一些治療的元素 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的療心課程 首先我們要打造一個 安全舒適的環境 所以長輩在裡面可以 暢手欲言 講他想要講的東西 當這些長輩可以 跟我們分享他的故事以後 其實就會有一些比較 例如說比較難過的故事出現 講說他跟我們分享說 他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帶著甜甜美美啊 要躲空襲的故事啊 對 或者是這個以前在戰爭時期 很多 糧食都要被管控啊 很多鐵器被徵收掉啊 或者是在輸出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 水災氾濫很嚴重 然後眼睜睜看著這個 他的親朋好友啊 就是 在那個房子被一起被衝走等等 哦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要知道說 在這樣的環境 在這樣的情境下面 我們應該要給什麼樣的回應 然後在這些比較辛苦的 生命過程中 找到一些有價值的元素 值得被祭的 被喚醒的元素 那讓他們有點像 重新整理那一段祭 哼哼哼 來 為什麼好問是 言喻姐 阿姐 鄉親台下高齡跨域中心的研究員 創造懷舊治療 創造一個懷舊的環境 你不是覺得 是大人回去以前 你是不是在退化 沒有 其實會給他很多參與感 因為他真的在裡面 熟人們熟路啊 也會開始說話 這時候問言喻姐 他說這個長輩們都叫阿姐 那他呢是提供了一個 專屬的所謂的懷舊治療 在家裡 是這樣的引法課程 所以我剛剛在問阿姐 就是說 其實也有很多 所謂的長親 長輩的課程 可是通常就是 請老師很有耐心的 可能五十分鐘 幾十分鐘後 我們就會知道 長輩有沒有在這裡 學會了 做一個什麼東西啊 還是 學會一個瑜伽知識啊 那個比較好評估 可是懷舊呢 要回到過去 去撈一些因素 來做一個環境嘛 好 讓習大去融入 那你做這個到現在 你們這樣 這個計畫多久了 我們整個計畫應該算 從2020年開始 然後 一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非常多元素 就包含說 藝術治療啊 激勵訓練啊 染布啊 繪本啊 然後還有一個是叫故事 那故事就是跟懷舊比較像 那在2021年 我們把其中這個故事的元素 拉長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深入的課程 比較像剛剛分享的這樣 那後來我們也開始發展 很多不同的課程 例如說 我們也做長青劇場 長青劇場是讓 讓這個長輩演戲嗎 還是 有點像 他們可以接受度怎樣 劇場我們不會一次到很困難 重點是 一開始怎麼透過一些活動 或者是好的話題 讓他願意參與 例如說 食衣住行 那最重要就是 在地有什麼好事的 你的拿手菜是什麼 那我們就做一個 類似像伴桌的活動 一開始還沒有要演 先讓大家畫 然後讓大家做勞作 然後之後再讓大家慢慢去演 譬如說有一個人演廚師啊 有一個演魚啊 演薑絲啊 演辣椒啊什麼 然後說那這些長輩 他們自己就可以演出一套菜 一套料理的感覺 那我們就分組 然後各自有不同的主題在進行 其實現在 現在我們 這一期主要在run的就是這一套課程 還正在玩 這樣 好 所以也有讓四大人 搬魚 搬我們要煮一套菜 我是煮菜 我是那位魚啊 你可能是薑絲啊 那人可能有酸啊 有人可能是豆油這樣子 對 還好 那角色也沒有很複雜啊 就是要把他的角色 切細一點 那每一個長輩其實他會有 他在表演的那個目標是什麼 他就會比較說 原來是大家要演出一道菜 那他就不會害怕 然後加上前面建立好的關係 然後前面的一些活動的引導 所以等他要真的要表演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願意去表達 跟展現他的自己 這個卡本在想也要費心思 因為說煮一道菜 這要是有這個經驗嘛 啊 你也別說 哦 我要煮 什麼 鞋子在土壁 這就太複雜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出場 那如果煎一個魚 當時放油 菜元素比較單純 所以你吸到薑絲 我就做不做 我們這個是讓長輩自由發揮 他自己說他的拿手菜是什麼 所以也有長輩講其他的菜色 對 所以懷舊不是只有道具 是包括人生的經驗也可以拿來演戲 可以結合很多元素 例如說 這堂課的核心 也許是激勵訓練 這堂課的核心原本是繪本 說書 這一個課的訓練可能是 藝術療癒 粉彩 或者是這個課的訓練可能是更多在於 剛剛講的演戲劇場 這樣子 它可以結合很多不同元素去發展 所以像要去了解 就是一個世代的長輩 然後設計出 社會員的課程 像 阿姐你到現在 你覺得哪一方面算是反應最活潑 普通來講什麼樣效果最好 我們之前有在輸措做染 那是做植物染 那我們提取的就是 輸措社區旁邊就有一個菜園 那我們就是到 帶長輩一起到菜園裡面去採集 這個薑黃 採完就直接在旁邊做處理 然後 泡煤染機 然後開始做一些綁染等等 綁染就是可以用彈珠去綁布 然後去訓練他的一些手指小肌肉等等 那再來就是 染完就是一個黃色的絲巾或圍巾 然後大家就戴在身上 然後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好像是我們社區自己的一個形象 就是我們自己菜園裡面 產出來的東西 然後自己變成我們的課程設計 那我們就覺得 這樣子的活動是很有意義的 那長輩的反應也很好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90歲的阿公 他住在旁邊 住在附近而已 他就說 他要跑回家裡面抱一大捆布來社區 說我要幫社區染布 他們說我們只是給社區 這個三分顏色巧巧 他們自己就可以開啟染防 所以他跟這個是有連結的啦 在這裡一堆就熱情耶這樣 對 而且這其實就回到我們 一直想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翻轉 長者好像只能是一個被照顧者的角色 長者好像就只能退縮在家裡看電視的角色 沒有 我們的課程讓這些長輩 他可以試著走出來多一步 講更多他的故事 甚至是他可以用他的行動去實踐 讓自己的能力可以發揮最大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 學士長自己的 可以對號入座 去做他有趣味的事 這聽起來這個精神是要 不過也要很用心啦 你要去創造很多的觸角 讓他能夠對進來 因為我覺得以前 一堆對師堂的感覺就是說 你都在家裡好好睡 其實人生責任你已經完了啦 你就是要照顧你啦 如果說他去打火你就會說 喔 危險喔 你要注意喔 我都覺得 師堂都覺得很沒趣 被長輩這樣 我問你喔 因為阿姐你真的就是二十幾歲的 別說小孩啦 年輕人 那你在陪伴長輩的櫃頂裡面 因為要聽心事 然後要讓他們發揮創作 你覺得跟 就一個年輕人 我知道很多年輕人 他不太敢跟長輩說話 不是他不願意 是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這都是 一定是需要練習的啦 就是 在我實習的時候 其實是在台灣私自政界會實習 所以我進去的長輩 都是很多都私自的長輩 那一開始當然還是會擔心啊 會怕等等 但是 這種東西就是 多講幾次 剛開始接觸以後 你就會有感覺了 然後我覺得 社會工作 蠻是一個 真的用生命去影響生命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 你看到他 可能在你的課程裡面 慢慢有一些進步 你也會很有成就感 那他告訴你一些故事 你也會很有感受 你也會反思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互相學習的過程吧 其實 他就 他也不一定是對長輩 他對於小朋友啊 青少年啊 新住民啊 身障者啊 其實都適用 就是 最重要的一步還是 你怎麼同理人家 願意傾聽 然後願意同理 好 我們今天訪問到是 嚴育姐 他是 中生大學 高齡跨育中心的研究院 他們有一個品牌叫綠照顧 他主要是提供 懷舊治療 懷舊 是大 那 他一直說 他會變成多多幾歲啊 其實我覺得 大家要的都是一個 身心靈 就是 全部都有 不是只有 以前比較請下肉體健康 那 這看起來是有那種 照顧你的心情啊 啊 恢復你的光彩啊 你也有角色啊 就算今天是 插魚仔裡面 我們是薑絲 可是時間到也要出現啊 也會被叫出來 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是去創造了這樣 讓長輩 在各個方面 他有機會出來說 我在這裡 我以前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我們參考的 好 我們謝謝小杰 接受訪問 謝謝你 謝謝 好